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今天我们说一下 风水学是我国古代聪明的捷径 而我们对于家居风水格外讲究 其中在餐桌摆放上也有很多的风水讲究 假如不能有很好的去摆放餐桌 我们就会犯了风水的忌讳 一定要多多注意 一、餐桌不要对着大门 而餐桌是人们进食的重要场所 如果对着大门 常常会打断人们的进食节奏 从而影响食欲 而从风水角度的点是 大门连接着室内外 如果门外采运风水要进入室内 往往要经过大门 如果大门与餐桌正对 就会形成对冲气流将采气冲走 而且餐桌对着大门 也可能将煤运带入室内 影响家人运势 二、餐桌物品的摆放 对于餐桌上摆放物品也是很有讲究的 一般餐桌上最好不要摆放蜡烛 新鲜的花卉是可以的 这样不仅可以装饰餐厅 也可以增加餐厅的升气 也可以摆摆假花 不过要经过清洗 要保证餐厅的干净整洁 三、餐桌不能对着神台 假如家庭当中有神台通常是供奉佛像 或者说家里祖宗牌位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地方 通常是由于阴阳异路 所以神台和进食的地方是不能放得太近 这代表着家里面的餐桌是不能对着神台的 正面相对会导致家里成员身体不健康 四、摆放鲜花有讲究 建议大家摆放水鲜或者是百合等鲜花 并不是所有的鲜花都能放在餐桌上 必须要选择香味不是特别浓烈 不会影响到家人食欲的鲜花 五、不能放家中不利的地方 餐桌的位置摆放比较适合在家中的脊位 千万不要放在家中不吉祥的地方 餐桌摆放方位的选择也是各不相同 必须要参考房屋主人的命理 以及阴阳五行的特征 然后根据自己的五行喜迹来选择方位 六、移放方形餐桌 至于方形的餐桌小的仅可以坐四人 称为四仙桌 大的可以坐八人 又称为八仙桌 因它象征着八仙聚会 也很吉利 方正平稳 象征着公平与稳重 虽然四边有角 但因为不是尖角而无杀伤力 因此被人乐于采用 财运不仅受餐桌风水的影响 卫生间的风水也同样对家居运势有着重要的作用 厕所是一个藏购污秽之地 在家中风水学中有许多风水晋级 厕所虽然是家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区域 但厕所的风水却容易被人们忽视 而其实厕所的风水如何对于家居的风水气场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此我们都要重视起厕所风水的禁忌 那么在风水学中 需避免的家居风水 厕所禁忌有哪些呢 一 厕所门不宜在房子中心 房子的中心属于宅神的位置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就是人体的心脏部一样重要 在风水上宅神的位置是不能动的 不可有重物压制 如果家中卫生间安置于此 在这个方位设置有卫生间 对家人的身体 事业或者财运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卫生间是不可以轻易改动的 要改变卫生间风水只能化解 因此可以在卫生间摆满七星堂吉祥物 避邪正宅 二 厕所门不宜开在西北方 在八卦中 房子的西北方位是前卦 前卦代表家中男主人的信息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对男性的身体事业 或是夫妻关系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卫生间是不可轻易改动的 要改变卫生间风水只能化解 因此在这个卫生间方位上 可以在卫生间选出男主人自身洗用方位 例如输阳命金啸人命令所洗位置 洗正东东南方位 可以在卫生间选这两个方位 摆放招财纳福纯统五地前级项物 有助于家中男性 事业自运势旺盛 催旺家庭运势 三 厕所门不宜正对大门 卫生间门记正对住宅的任何一个门 尤其不宜与住宅大门相对冲 入户口是气口 是整个住宅生气吸入的主要地方 如果厕所门正对着大门 人一进入降到厕所 厕所晦气扑面而来 影响家人健康 其次家中财运也在客厅 厕所门对着大门 使家中财气都被冲走 对家中财运健康各方面运势 都是非常无利的 看完是否觉得厕所的风水 也是一大学问呢 也顺便提醒各位 千万不要忽略厕所的风水 否则可能将会一不小心 财运健康两失 也告诉各位 想要有好风水 就从厕所先开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